北京时间7月29日,中超联赛第14轮,广州恒大对战重庆四位,上半场的比赛,恒大2比0领先,两队总共打尽四球,但是两个进球因为越位被视频裁判吹掉,从吹法来看,两次都没问题。 判罚也很准确,到了下半场,高拉特的进球再次被吹掉,理由同样是越位,视频裁判的判罚也没问题,单场比赛三个进球被吹,的确罕见,最终恒大5比0大胜重庆,又取了一场大胜。 在上半场的比赛中,亨大2比0领先,出了两个进球晚,保利尼奥也曾打进一球,不过因为主攻的于汉超越位在先,被吹无效,慢镜头显示。 这个球的吹反目问题,边踩的位置也很好,但他第一时间没有举其示意越位,视频裁判提醒主赛判后,探罚进球无效。 这是本场比赛被吹掉的第二个球,重庆也曾打进一球,同样是因为越位被吹掉,而这次越位的吹罚就难度大了很多。 彭卿力送出传球,赛巴将球打将,但赛巴的身体稍稍越位,视频裁判提醒主裁判做出正确的判法,精彩的还在后面。 第53分钟,高拉特打进一球后,这时候视频裁判又是提醒主裁判,看拔进球无效,慢镜头回望,同样是没问题,高拉特的确是越位在先。 单场比赛,视频裁判吹掉三个进球,而是都是越位,但都没问题,开冲点范了,虽然进球连续被吹,但是恒大依然展现出强大的攻击力。 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在下半场连续进球,恒大又取得一场5比0的大胜。 对于恒大来说,这些期后的两场联赛都是大胜,而且都没丢球,真惯是头绪吗? 对于恒大,虽然进球连续进球,无关心、冲突大之后,只要同样是有限的之后, gele闹的重点无效。 对于恒大,虽然进球连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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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续进球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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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续叛提升续席的跨勇 Woah别增续进行的?"